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还有家长们 平安 感谢主 我们在129之后 经历了五六年 上帝亲自的保守和带领 我们又一次的开始了一个新的学期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不仅有逼迫 还有疫情 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学校 就像是一棵树 经历了风吹雨打 经历了外在环境的极大的摧折 今天 如果把今天和2018年的那一个秋季学期 也就是六年前 那个秋季学期的开学来比较的话 那你看到我们今天实在是光景十分的凄凉 当时我们六年前 我们开学是在六楼的会堂里面 那个会堂在平时的时候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空间 每周三我们在那里敬拜 会堂旁边就是我们的教室 那有一个大一点的教室 有一个大一点的教室 大概有四五十个平方 小一点的教室 也有一二十个平方 那那个时候我们老师们有在一起办公的教室的办公室 校长有校长的办公室 那我们外面还有操场 在我们六楼的这个会堂的外面 大概有两百多个平方 我们把它围上围栏 铺上这个塑胶的这个材料 放上运动的器材 那同学们可以随时的 这个在下课的时候 在放学了以后 都可以在体育场上有运动 体育课呢我们也在那里上 那看起来今天实在是 非常的凄凉 但是亲爱的同学们 亲爱的老师们 我要说 过去几年来 学堂正是在这样的艰难 这样的困境当中 越来越深的 经历上帝的恩典 我们甚至在这个困境当中 还经历在上帝恩典当中的成长 虽然这成长 从我们家长来说 从老师们来说 常常是非常不满意的 我们 经常会 对自己的工作失望 对我们的孩子们 在学堂的学习的果效 失望 那今天呢我们 在新的学习开学之际 特别 借着诗篇的第八十篇 但愿主来对我们讲话 是我们 在这个困境当中 在我们自己的不满意当中 来观看上帝 他恩典的作为 也来盼望 那个真正的复兴 诗篇第八十篇 是我非常喜爱的诗篇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首诗篇当中 有一个 叫不是应用三探 而是应用四探 从这个 诗篇的这个 题材当中 你可以很 很清楚地辨认出他们 同学们 如果你到了二年级 三年级 之后你应当 对这些题材呢 会有一些的 慢慢地认出来 你会看到 在这首诗篇当中 诗篇有几次用重复的话 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完全重复的 有三次 第七节 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七节 第十九节 是一样的 耶和华万一君之神 千万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见 但是其中还隐藏的 还有一节 是在 第十四节 跟这个其实很相似的 万一君之神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 最后不到 不过加上这一节 有四次的 向上帝的呼吁 为何呼求 这诗人 雅萨 写这首诗歌 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 来向上帝 发出这一连串的呼求 他们的 他当时处在 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那即使你对 圣经所讲的 这段的历史 完全不了解 你仅凭这个文字 你也知道 这是上帝的百姓 落在 极大的苦难 落在 极大的困境当中的时候 所发出的呼气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苦难呢 那如果你结合我们在读的 这个诗篇 和加上 我们对 旧约的一些的了解 你会发现 这苦难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 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民族 他被外邦人 攻击 掳掠 吞吃 甚至 活破加网 在那个被掳的光景当中 世人发出 正在呼你 要花万君之神 求你使我们 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合救 这是一个呼求 上帝眷顾的祷告 但是这 更重要的是 你看到 这是一个 呼求 自清的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两点 第一 我们要看到 是上帝使我们 落入到 困境当中 在这诗篇的第四节 到第七节 我们看到的是 世人 向上帝 陈琴说 你为何不听 我们的祷告呢 你为何把那些的 痛苦和眼泪 赐给我们呢 你为何使我们 在灵邦当中 被羞辱 被信效呢 你注意到没有 亲爱的弟兄姊妹 包括每一位同学 我请你可以来 仔细地来观察 这一个 上帝的话语当中 在四到 六节当中 这个主语是谁 你知道 这个兵语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当中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 他被 他的祷告被 不听 他被赐下许多的眼泪 当食物 他被灵邦 信效 那个主语是谁 谁 是你 谁干的 是你干的 虽然说是你干的 那个你是谁 就是 耶和华万君之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注意到吗 如果你看到 这是耶和华万君之神 所做的 这不是人做的 谁是我们 录虑的困境当中 是神做的 你说 不 不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是有些坏人 他们把我们的会堂 也抢走了 他们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体育场也抢走了 他把我们的教室也查封了 这坏人干的 是坏人不断的来骚扰我们 你说的不错 是这样子 我 我有一年 我忘记是哪一年 可能是 二 二零年还是二一年的 秋天 我有一次带着我们两个孩子 去看那个 我们教会原来在江青大厦的 从23楼 从23楼往下走 23楼 然后走到 走到21楼 然后走到20楼 20楼原来有我们那个图书馆 在那里 然后又走到 19楼 然后再往下走 走到17楼 然后再往下走 走到6楼 那里面曾经有我们 非常多的 宝贵的财富 我们非常多的书籍 热诗 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曾经在那里 无动的空间 但是 是的 我们看到后来都 被拿走了 那我在 6楼的那个 6楼后来被 当时 我不知道现在是如何了 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 被改造成一个 一个摄影的一个学校 有一个做 做摄影 培训的一个 一个地方 很多人在那里 上课 乱到到底 有人在拍照 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跟 我就跟两个孩子 就直接走到 那个会堂的 有一个门打开之后 就可以到那个操场 因为其他人也不知道 我们是干什么的 看到那个人 还有很熟悉 这里面的设施都很熟悉 我现在那个门 把门打开 我就 就出到那个操场 然后孩子就在那里 就玩那个 以前我们在那里的 那个 那个 双杠啊 什么的 那个体育的那些器材 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然后他们两个在那玩 我心里面就 当时很酸楚啊 是 这个 这一切 那个都还在 都还在 那个空间都 房间也都还在 但是 却被人抢去 做了其他的用处 那 后来在想 现在这些姊妹 谁使这事发生了 只是坏 坏人想做这些事情 能做得成吗 不 是上帝实在事发生 上帝很多次 在教会历史上 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 你想想 亚伯拉罕 当初被上帝呼召说 你要到我 赐给你的地方去 然后他就去了 他到了应许之地了 到了应许之地 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 那个地方就给他了吗 没有 他在那个地方遭遇饥荒 饿的 都活不下去了 没办法 跑到埃及 到埃及之后 在他那里 他那里遭遇试探 甚至撒谎 说自己的妻子 不是妻子 是妹妹 你记得 那个故事吗 那是谁 随使亚伯拉罕 在 因许之地 就像一个寄居的人那样 活了那么多年 那么的艰难 随使他遭遇这一切的艰难 就上帝座 亚伯拉罕 在那里等待了 二十多年 之后终于 生下了 那个应许之子 以撒 你想想 现在 我们今天 从 18年到现在 其实 还不到6年 马上到6年的时间 我们可能就已经 非常的疲乏 感觉到 好像人生 重担莫过如此 是 谁使这个事情发生 你要来思想 当年摩西 摩西所遭遇的 他好心的去 帮助他的同胞 结果 结果他就要逃亡了 他逃到 敏殿 在那里 做牧羊人 做了40年 谁使这事发生 包括他带领 带领这些 以色列人 出了 埃及之后 在旷野当中 遭遇这些 悖逆的百姓 多次的顶状 有许多人 经常是想要回到埃及 不想要在旷野 也不想要去到 允许之地 是谁 是谁在这个 其中掌管 谁带领 谁使摩西 遭遇这一切的艰难呢 是万军之一 我们最近 亲爱的弟兄姊们 我们最近读经在 读到大卫 撒末尔记上的这个经文 你看到大卫 在你们 我们的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 可能就跟大卫 早期被高的时候 年龄差不多了 大卫被高的时候 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少年 他很早的时候 说你要做王 你要做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怎么做王的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他做王的 我们现在真的读到他 他被以色列的王 追杀 在那个追杀的过程当中 如此的窘迫 多次 差点放命 甚至要靠 跑到那个亚籍王那里 这个 装疯卖傻 才得性命 那是谁使这一切的困境 临到大卫了 你认出来是谁的手吗 是谁的手在引导这一切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学们 老师们 我们要认出来 这是神的手 这是耶和华冠军之神的手 是他 是他引导我们 进入到这水深之处 是他把我们领到这矿野 是他向他百姓的祷告发怒 是他用眼泪当食物 给他的百姓吃 用多凉出眼泪来 给他们喝 是他 是他的百姓在林邦当中 被当作孝充 是他 是他的教会 遭遇 逼迫 羞辱 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困难 这是第一 要认清楚了 这是谁的手 这是耶和华 万军之神的手 第二 我要分享的是 在困境中 盼望复兴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接下来 从第八节 开始到结束的 这个地方 其实你依然看出来 他依然 其实再一次的 在讲到 以色列的整个救赎的故事 起初是谁救赎的他们呢 是 上帝亲自 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 是 耶和万军之神 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你看 赶出外邦人 也是他赶的 把这棵葡萄树栽在应许之地 也是他赶的 然后 他在这棵树跟前预备的地方 他使这棵树深深的扎根 是他 是他什么 使这个树深深的扎根 就爬满了地 然后 以色列 就在应许之地 扎根 生长 发望 以至于你看到 他的影子就遮满了山 枝子好像加美的香柏树 曾经是如此的兴旺 他发出枝子 长到大海 那个应许之地的疆界 是从大海到大河 这四界 你看到 当初亚伯拉罕所领受的 那个地 确实 仗帝就 赐给以色列 做他们所住的地方 但是接下来你看到 是谁拆毁了这个树的篱笆 任凭一些过路的人摘取呢 是谁任凭林中出来的野猪 把这棵葡萄树 糟烫 是谁任凭野地的走兽 拿它来当食物呢 是谁做的 是 野荷 是他做的 是谁任凭这树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 是谁做的 是你做的 野荷 万军之神 这是你做的 是你的作为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再一次的 确认这个事实之后 我们就知道说 在困境当中 如果我们盼望复兴 谁能使我们复兴呢 唯有万军之野荷 能使我们复兴 除非 他向我们 回转 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 我们就不可能复兴 那谁能够使 他向我们回转呢 谁能使神向我们回转呢 在我们这一个 诗篇的祷告当中 其实三次讲到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不是神向我们回转 是我们要向神回转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 求你使我们回转 因为我们所一切 我们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是何等悖逆的罪人 我们背对着你 我们朝着罪恶的方向 快速的直跑 我们的脚飞快 跑去干什么 跑去做恶 跑去做上帝 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假期当中 可能如果爸爸妈妈叫你 你去做饭 你马上就 又是肚子疼 又是哪里不舒服 叫你这道垃圾 我还有这个事情要做 那个事情要做 如果给你一个手机 玩电脑 让你打玩游戏 你发现你什么 什么毛病都没有 跑得分快 是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暑假不用做作业 可以天天玩儿就好 玩儿我们需要人教吗 完全不需要人教的吗 打游戏需要人教吗 不需要人教 我们都会 无私自通 做恶的事情 我们都会 当然我不是说 你打游戏 就完全是做恶 如果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 不听老师的劝诫 然后超出所给予的时间 去在电子产品 不管你是打游戏 还是做什么 你知道那叫什么 做那样的事情叫什么 叫悖 叫犯罪 犯罪 犯罪的事情 但是你说 但是犯罪让我好开心 犯罪 我犯罪让我好快乐 但是如果不犯罪 那我就不快乐 做饭一点不让我快乐 我倒垃圾 做家务这些事情 做作业阅读 然后写 做这些事情 我都不怎么快乐 我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 吹着空调 吃着雪糕 打着游戏 多开心 亲爱的弟兄姊们 同学们 这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方式 所以诗人 才要呼吁说 要过万军之上 求你 使我们回转 是 是谁要回转 是我们背过去的吗 就好像我们背对着父母 爸爸妈妈对你说 你在做什么 然后你就 你就背对着他 不让他看 不告诉他 不告诉他 我背对着你 好像爸爸妈妈就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一样 我背对着你 我就 我就自己继续做 我自己想做的事 然后爸爸就转过来 转过来 现在弟兄姊们 你能转过来吗 同学们 转过来 转过来 转过来是需要恩典 谁能够自己转过来 面向那位圣级公义的上帝 然后到他面前来 诚人说 我的父啊 我得罪了你 我的神啊 我犯罪得罪了你 我们能自己转过来吗 我们没办法自己转过来 所以我们要 到神的面前 在祷告 到我 即使我想管 我发现我转不过来 好像有东西把我绊住了 还有东西把我粘住了 还有东西把我捆住了 我怎么就转不过来呢 为什么我不想面对 为什么不想呢 因为你知道 那个罪恶的神索 那个罪恶的吸引力 把你牢牢地捆住了 你动不了 动荡不得 亲爱的弟兄子 这个时候怎么办 两个 世人告诉我们 有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做 第一 如果你在困境当中 渴望复兴 盼望复兴的话 有两件事情 你可以做 第一 在困境当中祷告 第二 在困境当中 相信 在困境当中 如何祷告呢 在困境当中 呼求上帝的拯救 在困境当中 呼求上帝的光照 因为他如果 如果不拯救我们 我们就虐亡了 他不拉我们 我们就沉下去了 我们在罪恶的 那个泥潭里面 越沉越深 如果爸爸妈妈 不及时地告诉我们说 把手机拿给我 现在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不可以 自己拿手机玩 电脑也不可以 除非爸爸妈妈许可 你不可以 自己用电脑和手机 如果爸爸 不这样帮助你 这个手机 这个电脑 就要把你吞吃掉了 又发现 那里面光怪陆离的 各样的东西 天天吸引你 直到爸爸妈妈 咔嚓一下 拿走了 咔嚓一下 给你关上了 不可以再 不可以再 把自己放在 这样的试探当中 爸爸妈妈 可以这样帮助你 但是谁能够救你 脱离你里面的 那个罪呢 唯独上 他拆卸了 独生的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在了 十字架上 是代替我们死的 若基督不是代替 你死的 我们 我们在爸爸妈妈 面前说 杀的谎 做的那些 悖逆的事 每一件都足够 让我们下地 但是 耶稣基督 代替了你 代替你 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 你就被救赎了 所以呼求拯救 在这个困境当中 呼求拯救 呼求光照 光照 主要 你若不光照我们 我们连自己的 真实的光景都不知道 我们还觉得自己挺好 你若不光照我们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自己的 肮脏 污秽和败坏 就不知道自己有多悖 我们的老师们 家长们 一旦离开成都 去到外地 去跟其他教会的 弟兄姊妹 那些家庭 有些交往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常常发出 忧愁和叹息 为什么 因为发现 发现各地的 许多教会的 那里的孩子们 无论他 在基督教教育的 装备上如何 但是我们发现 他们的 行为习惯 待人接物 规规矩矩 文质彬彬 大方有理 这是 而且 那许多外地 外教会的一些 小孩子 他们 也满有见识 满有 聪慧 相当 相当 相当不错 反回来看我们 我们这里的光景 常常是看到 孩子们到了 三四岁 很多时候 还学不会自己吃饭 到了五六岁 还没有学会自己阅读 到了七八岁 上了学堂 一年级 二年级 那时候 见到长辈 还不知道打招呼 然后到了 九岁 十岁 在家里面 还不会做家务 到了 小学快毕业了 可能连 这个基本的 这些 在家里面的 这个生活的一些技能 都还没有掌握 也不能够跟自己的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能够和平的相处 然后在敬拜当中 常常看到 你的孩子 坐不住 也不能够 很好的 在敬拜当中 来成长 所以 经常会是忧愁 爱惜 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各样的这种 这种艰难中 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 这些责任都推给 这都是因为环境糟糕 这都是低迫造成 是的 我们要在主面前来祷告 求主来光照 求主使我们回转 使他的脸发光来光照 靠 教我们看到自己的光 我们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再把这 一切都推给环境 推给那些坏人 推给魔鬼 我们要到主面前来 呼求 主啊 求你来复兴 在困境当中 我们要呼求 要来祷告 呼求拯救 呼求光照 呼求复兴 因为主 真的是一位 不断地 这样来施恩的主 不断地显出 他的绑币的主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当中 现在同学们 我说中国教会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的历史 你明白吗 上帝在中国 不是今天才救了你和我 上帝在中国做工 已经有1400年 特别是过去的200多年 从1807年 马里逊来到中国 开始 有一个新的 私营工作的新的开始 当然之前 之前有天主教 宣教室 之前 这个 有叙利亚的宣教室 之前有更早的时候 宣教室 各处的宣教室 到中国来传福音 已经 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但是 最近的这200多年 你看到上帝在中国的时候 如何的引导 这个教会成长 我看望 同学们 如果你们当中 有人对历史感兴趣 当然我盼望你们每个人都对历史感兴趣 希望你们 多多多了解 了解我们 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什么的时代 我们 我们首先 当然我们了解历史 我们首先要了解教会的历史 教会 从1900年到现在 120年 124年 将近在120年当中 中国教会遭遇了四次的大病 第一次就是义和团的 这个官方和民 这个民间 联合起了 义和团的这个 这个骚乱 宣教室死了几百人 是中国的信徒 中国的教会领袖 死了多少人 死了几万人 被屠杀 他们 攻击教堂 焚烧教堂 屠杀 基督徒 1900年 但是在那之后 1900年之后 中国教会被毁灭了吗 就像我们今天读到这个视频 你看到这树被 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 完蛋了吗 没有 我发现 因为 那个树根 是深深的扎根在 上帝 他的主权 他的恩典的 安食之上 是无人可以撼动 虽然外在的这些 这些枝叶 被砍伐 被焚烧 但是 很快 就要涨 在1900年到1927年之间 中国的教会不仅没有被毁灭 反而实现了几倍的增长 宣教士来的也很多了 那中国的教会 成长了很快 而且就是在那20年 20多年里面 未来的中国的教会领袖 被升出来 被训练 很快到20年代 到30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 本土的教会领袖 就开始登上 就被上帝使用 到1927年 这个飞机运动已经 开始推展 20年代 已经开始有各种风潮 27年大大高潮 那个时候 宣教士 有许多人都只能逃离 逃离中国 很多的教会 也再一次的 受到攻击 教堂被毁 很多基督徒 在社会上也被非难 那是一次比较大的 这个教会所经历的艰难 到1949年之后 尤其是1955年左右开始的 那中国教会 在那种逼迫当中 要么 走向 签字投降 投靠政府 要么 就只能转入地下 那甚至到1960年代的时候 这些三字教会的人 也一概 被击打 投入监狱 游街市众 然后 然后 你发现 地下教会 这个已经转入地下的 家庭教会 虽然在各种艰难当中 反而失陷了 几倍 几十倍的增重 最近 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次 就是2018年 最大的一次 对教会的攻击 就是从2018年 当然前面已经有些小的 但是2018年开始 这种系统性的压榜 系统性的压榜 所以我们 身逢其实 正好赶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学们 我们赶上的 你说赶上逼迫了 这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们赶上的是 上帝在中国 这种系统性的压榜 我们这间教会 今天还能够存在 这间学堂 还能够存在 就是其中一个 小小的名字 当然这个还算不得什么 你看 上帝在中国 整体上所做的 那伟大的事情 你就会注意到 我只要举一个例子 使你们就能够看到 亲爱的同学们 要知道在1900年 在1927年的1949年 那三次对教会的逼迫当中 你知道上帝很奇妙的 做了一件什么事 就是吧 从欧美过来 传福音给中国人 曾经他们 很多宣教士 带着一种西方文化的一种 骄傲 然后 你也知道 在1900年的时候 中国的传道人 被案例 是非常少 中国的那些 虽然是中国人的教会 但是中国的信服 已经不少了 有几十万 但是中国的传道人 被正式的案例 为牧师长老传道的 数量是非常少 整个中国教会 看起来是完全依赖西方教会 在资金上 在人才上都依赖它 但 也因此在神学的思想上 也深深的 依赖西方教会 而西方教会在那个时候 在1900 那个时候已经经历了一个什么 什么过程 经历了一个自由化的过程 经历了一个 他们自己都已经开始不相信圣经 许多的宣教士 他到中国来 做什么 他来做教育 做医疗 他更相信 教育和医疗 能够帮助中国人 他不相信 福音 才能够真正拯救中国 有许多人自己都不信 你明白吗 但是 但是他们掌握的 这个教会的权力 是在1900年 1927年 当然到最后 1949年 这几次的大的 这种教难当中 你可以说 上帝把西方的那些 已经自由化的宣教士 把他们统统的赶走 借着共产党的手 借着国民党的手 借着清政府的手 几次 当然一开始是清政府 接着是国民党和共产党 后来是共产党 把西方宣教士都赶走 所以 在东方 在这个古老的帝国当中 在这个 今天 全世界人都看不懂的 不知道中国应当如何定性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 是个互联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封建国家 是一个 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 还是一个 是个寡头制的国家 这看不懂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中国 中国到底是个什么 什么的国家 上帝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 保存了一个 主信圣经 不被西方的这些自由化的思想 所侵扰的一个 相信 耶稣基督的福音 独信不疑的一个相对保守的教育 当然我不是说 好 中国教会就了不起 特别好 全世界最好 那不是这样 中国教会是一个贫穷的教育 但是这个贫穷的教会 有一个最美好的特点 就是 它不太被西方这一百多年来 所发展出来的各种的自由主义的思潮 个人主义的思想 进步主义的浪潮所侵蚀 相对来说 在全世界的各地的教会相比来说 我们这里的教会相对来说 是保守的 是保守的 这又是谁做的呢 这是上帝做的 这是上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学们 在困境当中 我们盼望复兴 第一个我们要祷告 因为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上帝在亚伯拉罕 在以撒 雅各 在摩西大卫 身上所施行的 我们更加的看见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 所做成的恩典 我们也看见了 教会历史上 上帝是如此 恩赐和信实的 来带领他的来信 所以我们知道 上帝是一位听祷告的上帝 所以在困境当中 第一个是要祷告 第二个 在困境当中要相信 我刚才讲的 记得这些例子 师们 包括这个诗篇里面所讲的 你看到说 在困境当中 我们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上帝 他必然要从天上 垂看来 眷顾这个葡萄 我们要相信 他必然要保护 他右手所摘的 所摘的这个葡萄树的根 和他为自己所兼顾的 这个枝子 从根上所发出来的 我们相信 上帝 他若救活我们 他若光照我们 他若恩待我们 我们就可以不退后 就可以 不离开 就可以 不悲逆 就可以 被根性 我们就可以经历 上帝所赐下来的 那个真正的父亲 因为上帝是那一位 领约色 如领羊群的 以色列的牧主 他是那一位 坐在二基督伯之上的 与他的百姓 同在的上帝 所以在困境当中 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 也相信 他的恩律 也相信 他的同在 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 是一个蒙恩的 历史 我们的过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家庭 如果你坐下来 来想 你家庭的历史 如果我们写一本家庭 家庭史话 你会看到过去 就是上帝 施恩在 你的家中的 一个救赎的历史 他如何的是恩典 来兼顾你的家庭 然后恩典来塑造 和改变你的家庭 我们的过去 就是这样一个恩典 作王 变为王的历史 我们的现在 正在上帝的掌管当中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 但是上帝都知道 我们的未来在他的手中 我们知道 他掌握明天 而且他使一切事情发生 都有他自己的美丽 他是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样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 神旨意永坚定 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神的话语不会落空 神的旨意不会落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可以继续的前景 那我给大家 在这个新的学期 有两点的劝 第一个 盼望在这个 困境当中 我们能够来学习祷告 亲爱的同学们 家长们 老师们 盼望秋雨归正学堂 能够成真正成为一个 祷告的学习 先从家长和老师们开始 家长们如果在家里面 不祷告 也不带着孩子们祷告 你们的孩子的基督教教育 就还没有开始 因为你知道上帝掌管一切 我们在上帝所掌管的 这个处境当中 为上帝做功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祷告 如果我们连祷告都不会 那这些困境正在教导我们 如何道高 这些艰难正在把我们 那个 印着的那个景象 把他 折腹 使我们在上帝面前 死 上帝正在击碎我们外在的一切的 骄傲 我们对自己的依靠 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他面前 如果我们的老师们还没有学习的 祷告 还没有开始为你所教导的孩子们祷告 在学校里面 祷告 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开始写教案之前 祷告 在你开始上课之前 祷告 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祷告 我们就还没有开始基督教教育 我们开始的可能是另外一个 另外的一种教育 那么教育 跟基督教教育很像 内容上都差不多 但是他肯定不是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教育 是从祷告开始 把祷告举手 与祷告贯穿 整个过程 我们也盼望 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 在家里面 在学校里面 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求主使我们复兴 那个复兴的主体是谁 是主 不是我们 不是 不是我们复兴 不是 是求主 和自信 第二个万君之神 求你是我们回转 求你是我们回转 是你的脸 求你的脸发光 不是我们的脸要发光 荣耀不要归给我们 不是我们要荣耀自己 那不是 我们要的是 主啊 求你使我们得救 求你使我们得救 这是第一个 盼望 我们这个学堂能够成为一个 祷告的学校 我们的同学们在这里 能够真正学会祷告 在学习 遇到艰难的时候 祷告 在学习 取得进展的时候 祷告 在学习各样 除了文化课以外的 这些神圣的三领 学习如何 学习如何祷告的时候 祷告 学习如何来 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学习如何听道的时候 祷告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学生 家长和老师 首先成为一个祷告 因为这个才是 主复兴我们的 开始 如果我们不求他 如果我们不求他 他为什么要 给我们复兴呢 因为我们如果不求他 他把复兴给了我们 我们以后以后是自己干得好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我们我们我们的老师们挺能干的 那么学堂干的 现在就复兴了 我们干的干的 努力的干出一个复兴出来 我们奴起袖子加油干 就干出 把复兴就干出来了 那不是 是祷告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在这种祷告 在这个学习 祷告的过程当中 特别的也学习 信靠和顺序 因为知道 这是上帝的教育 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学堂 这是上帝所开展的教育 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教育 是以他的主权为基础 是以他的恩典为中心 是以他的福音为基座 是以耶稣基督为磐石的教育 我们始终要回到这里 每一天都要从这里里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得胜这个世界的 真正的力量的质量 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和他所赐给我们的道吗 不是在他的恩典当中 他赐给我们稍微有点力量 我们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吗 所以我们的本分 我们的本分就是来 回应这个恩典 我们的本分就是来 顺服这个主权 仿佛无事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 外面不管发生再大的风浪 再大的事情 主还在我们的船上 但愿我们不是去摇晃 摇晃我们的主说 父子父子我们上命了 你们不顾吗 但愿我们知道 因为主在我们的船上 我们就安然地等候 主他自己 平息风浪的时候 但愿主继续地来 帮助我们 手速安长 每一天 该做的教学 好好的去做 该做的预备 好好的去做 该写的作业 好好的去写 该学习的内容 好好地继续 一切照长 直到会长 求主来 在这个新的学期当中 是我们复兴 我们要在主面前求复兴 这个复兴不在于 这个学堂 忽然人数增加了很多的人 这个教会忽然来了很多的人 复兴的关键不是人数的增加 复兴的关键 是我们里面 被光照 和上帝的爱充满 被他的 对他的主权来统治 我们真正降伏在 上帝的恩典之下 我们也开始学习 用恩典 来带人 我们来学习 怎么样来 彼此的劝勉 我们学习 把其他人 带到基督面前来 让他 也活在基督的光照 和恩典之下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呢 现在这种什么 什么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呢 是这个学堂的老师 教的孩子们 教课 教着教着 就发出颂赞 就来到主面前悔改 就在孩子们面前 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流泪地 祷告的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 那个复兴的火 就是那个圣灵的火 在我们里面 就点着了 什么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呢 是这些孩子们 坐着坐业 坐着坐着的时候 忽然想起自己 曾经犯过的罪来 谁使他想起来 是圣灵光照他 使他想起来 他对他的哥哥 对他的弟弟 对他的姐姐妹妹 是做的 对他的爸爸妈妈 所做的那一切的悖逆 对老师所说的那一切 不当说的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深深的责备 他就开始 来到上帝面前 悔改的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 什么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呢 是老师们 在一起 不再是把眼睛 钉在外面 发生何事 又又又又怎样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时事 又发生什么样的逼迫 我们有怎样的惊慌 我们有什么样的缺乏 当我们老师在一起 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来一起 来数算上帝 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我们来回改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赞美 主在我们当中的作为的时候 这个学堂就复兴了 因为 就像诗人所盼望的是什么 几次的祷告就说 耶和万军之神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并要得救 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同学们 家长们 老师们 若 主怜悯我们 是我们最近的 学堂的 老师 家长 和孩子们 都向我们来祝福 像那一位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 死的耶稣基督 像那一位 为我们复活 身上高天的耶稣基督 在他面前来回转 悔改的时候 当他的脸 在我们面前 发光来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便要复兴 求主使我们复兴 不再是 印着景象 来 抱怨他 把我们放在 这样的艰难当中 而是 感谢他 知道 他是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他的 所爱的 儿女 给溢出 主曾经 无数次的这样做 我们坚信 他在今天 在未来 还会继续这样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 祂求你 使我们 儿女的心 转向父母 父母的心 转向儿女 祂求你 使我们老师的心 转向学生 学生的心 转向老师 祂求你 使我们 彼此聚在你面前的时候 是看见 主你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看见其他的老师 比我强 看见其他的同学 是我所爱的 求你 使我们在你面前 来回感 看见我们过去 有多少次 对你 抱怨你 甚至怨恨你 主啊 求你的脸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 主啊 在你里面 受了圣灵的责备 就知道自己是 何等的误会 主啊 又受了圣灵的光照 知道 主你已经赐给我们 何等的恩典 你没有撇弃我们 主啊 你没有离弃我们 你不是 把我们丢下为孤儿 你乃是天天 与我们同在 天天为我们 背负重战 你像一位慈爱的父亲 等着 他的命子 转过身来 等着他那 被你的儿女 回转过来 要承认自己 一切的软弱和无能 要来得到 父亲的怀抱 得到父亲所赐的 一切的能力和恩典 主啊 愿你 今日在这间学堂 在这个教会 也如此的行 主啊 求你使我们 在你里面经历 那真正属灵的复兴 主啊 求你复兴我们 就在 这些年间 奉靠 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我们下一个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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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